好几名维修人穿着雨衣站在铁轨上 看着边坡上的土石就怕他再度崩塌 棉花台风带来大雨 岩壁上都还有土石冲刷过的痕迹 台铁平息现在一天之内 因为两次落实意外预警性封闭 第一次发生在清晨五点一早发车 准备再送第一班旅客时 发现大石头吊在铁轨上 来不及刹车当场撞上 幸好车上没有乘客 驾驶也没有受伤 经抢修在十点二十分恢复通车 结果才隔两个小时 又发生第二次落实 列车排占器被撞坏 紧急退回平息站 车上八名乘客转达接驳公车 两次落实发生的地点相隔十公尺 因为现在不是上下班 比较没什么关系 上下班可能说学生要下课 就要下课上班 台铁在各车站张推公告 从十分到金铜路线实施预警性封闭 民众只能改搭接驳公车 由于这个路段属于陡峭边波 土石松动不稳定 只能等风雨过后再进行修复工程 原则上隔天中午才会恢复通行 在这之前会派员在现场看守 毕竟雨一直下随时都有再次 是贪方的可能 TVA新闻流行 可黄静分基隆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